第十九季SBL超級籃球聯賽 週日率先登場是臺灣銀行 堆上高雄九泰科技 紅色順風 要挑戰七連勝 前兩節 兩邊的狀況類似 手感並不理想 台銀和九泰各發生過多 十次和十一次的失誤 勉強靠著雙洋將各拿九分 半場是台銀三十六比三十三 小福領先 比賽進入到了下半場 終於有更多本土球員加入戰局 台銀的張家和和林博偉各來一顆三分球 搭配上週單就最佳球員 連恩強勢挑戰籃荒 利用九泰十五的反快攻 還有二比爆扣的休泰 三接打完 台銀取得五十五比四十七的優勢 決勝節 九泰展開反擊 曾博裕和傑倫 接連的三分彈提振士氣 也來到一顆球的三分差距 不過真的要稱讚台銀本土持續有騎兵跳了出來 謝宗榮先來一個中距離 張家和再補上漂亮切入的反手上籃 張家和這場比賽扮演雙洋將之外的起兵 先講二柄二十分 蓮恩有十九分 十一籃板 另外張家和攻下了十三分 中場台銀七十四比六十七 擊敗九泰 恭喜紅色旋風好取七連勝 九泰全場發生過多二十次的失誤 後來呂中林八次失誤也成為了致命傷 可不可以談一下說球隊怎麼樣在這個過程中 綜合報導